而为了提前迎接中华民国国庆日 花道流派终得着持访派 洛杉矶支部在乔教中心 举办了双十国庆的插花连战 有将近40名的老师还有同学 以秋天当作主题 充分的预验花枝叶的形态结合 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插花成果 和民众共同欣赏花草之美 花材没有办法通通从市场上买到 所以有的是从每位学生的后院自己收集 或者我自己的后院收集 然后看花器 持访洛杉矶支部介绍 这一次共展出来三十多盆的杰作 都是学生依照自身不同的个性 还有不同喜好 采用当季的新鲜花材 搭配出一盆一盆自然之美 而职教已经有19年的陈丽锐他也说 花道有术语来沉淀心情 更能亚俗共赏 为中华民国的国庆献上生日礼物 这次共同华民国的国庆献上的陈丽锐